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丈夫》 現場為你邀請到的是 永成國際投股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田徑好 眾社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天氣好好喔 快樂的週末星期五了 老師您是準備要去開遊艇了嗎 還是今天股票又太閃了 不是 今天是那個 Batrix Top Gun 今天是Top Gun 今天是他們股肉絲 最近軍工股特別飆 對不對 要來去開F-18戰鬥機 我還以為老師今天要準備去開遊艇 其實也不是 股票真的太閃了 那個中視攝影棚的光太亮了 都遮掩不住老師您股票的光彩 光昨天露出來的劍核心 今天又創新高了 今天禮拜五 所以真相是什麼 真相只有一個 因為我們的股票 股票太閃了 雖然沒有像那個 連兩跟漲停的熊絲 但是我們也不差 對不對 對 兩天也拉出15個百分點 而且這個禮拜 老師 我們這禮拜很精彩 這禮拜不但有威剛 記憶體牆 威剛 記憶體 真好亮 記憶體的隱形冠軍 圓太 威風店有開了 然後還開了 昨天開的劍核心 對 一檔一檔都開了 光這個禮拜 親愛的好朋友 你說是不是應該好好去喝個下午茶 70 79 對不對 70大間高眼79 再加兩塊股息 81 81 那一天 是前天對不對 前天 就在 就在這邊 然後我們把 我們把 我們把 這一個貼出來 截圖 貼出來給大家看 對 然後呢 老師來解釋給大家聽 消音谷對不對 對 後來我們乾脆就直接講了 對 就開了 就直接講 直接開了 你去看前兩天的 這個中視的節目 有放在中視的官網 也有 我們的你去看也有 都有 前兩天就這樣 可是這一檔呢 我在之前 我就先給會員消音了 我說 總是要有差別待遇嘛 對不對 人家有 有付費的會員朋友 我們一定是第一時間照顧 好 導播幫我重播一下 我當時那一天 講截圖心 我在我的YT裡面 然後 我消音 怎麼跟我們的會員 介紹 劍核心的 這檔是劍核心 3003劍核心 劍核心呢 我們清代會員 有進場了 但是前一波的劍核心 我們買在74 大概7475 你有些人如果有去問特助 也許你也有買到劍核心 我要告訴你 我的股票是能報 跟不能報的原因 劍核心在前幾天 除息兩塊了 你有沒有看到 我這一波 他前一波 上個月他漲到78 我連走都沒走 為什麼 我的目標價至少要80以上 其實嚴格來講 74塊買到80 也沒賺多少 大概一成 對 可是因為他是什麼 我看好是車用 充電裝 所以他的充電頭 基本上現在全世界 開始用電動車之後 他一定會有訂單 所以他的獲利會很穩 他也許沒有很大的爆發的 這個年20%的成長 但是他很穩 懂 很穩 所以很穩的話 被人家殺下來 你來接 時間到放著80來賣 一樣照價差都賺得到 我的富貴穩中求就是這樣 懂 這樣你懂嗎 明白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買74 75到78我沒走喔 你不要說老師兩三塊都沒走 沒走就沒走啊 那如果到70 請問 再接啊 70 有低堪買 直去買 74 75 既然是我看好的 70為什麼不買呢 當然買 接啊 對不對 有人都還跑去問我特殊說 老師為什麼看好充電型 就車電充電裝 就這麼簡單啊 呵呵 那你70塊又再去買 嗯 你不但賺了兩塊的除息 鼓勵對不對 前幾天除了 先賺到了 鼓勵也賺了 今天再兩塊 不是又4塊了嗎 國家也賺到了 不是又4塊了 有 4塊了嗎 然後我之前帶你買74 75的 也解套啦 為什麼 現在 今天這個價格到這邊 73 74了 你把它兩塊再加回去 你已經賺了 解套啦 對 不是很好嗎 嗯 所以我們手上的股票 時間到 我根本就沒有管它除不除息的 嗯 對不對 頂多我去挑 它是不是融券回補 破斷漲幅滿足 不然 除息啊 為什麼不除 嗯哼 幾個月行情 大行情又來的時候 不是照樣又標起來 你不是照樣又賺 天息再賺差價嗎 嗯哼 陳蓋威風 誰與真風 來 今天79 我剛剛是不是在講說 上一次到78 沒有走 沒錯 老師他還很老實的直接講 嗯 我是不是就直接公開讓你知道 是啊 而且是消音喔 我消音 我 就是對會員 我其實建核心 我帶清代的做 我們一般班都沒有 嗯 可是我在消音當中 我是針對所有班別公開 對 代表說 你即使不是清代班 嗯 我也是照顧你 有沒有 都直接都開拍拍 我也是照顧你 都開拍拍 而且我都還敢讓一般班的知道說 上一次的清代班 埋在73 7475都有 對 然後呢 那一次到78 沒有走 到78 剛剛不是消音講的嗎 對啊 我預設到80 對 沒到就下來 下來就下來了 下來更好啊 70 低間 再接一次啊 低間 因為我資金都有控管好嘛 沒錯 對不對 來啊 7475 70 再加一次 平均72 然後呢 兩塊除息賺到手 有 有沒有 那成本變多少 70 到今天79 9塊錢 是不是 差不多10多%了 十幾個百分點 這就是操作 對啊 也差不多到達老師的 那為什麼我們有辦法這樣做 我們只有辦法這樣 我們之所以可以這樣做是因為 資金 特別是我清代會員 我不知道其他老師的清代是怎樣 我都直接講白了嘛 我都是 我的操作 我敢講啊 全中華民國所有的投顧分析師 是絕對沒有一個想 有本事像我陳建成 像我古百大丈夫這樣 把我所有的操作直接攤出來 真的 拖光光給你看 全都漏 真的完全沒有遮掩欸 你剛剛看到那個效應 我們全部都漏給你聽啊 都漏給你看了 今天來到79.3 再創高 你要什麼樣的分析師 真誠以待 只有 因為一個分析師敢面對他的每一個 動作 動作 他才會成長嘛 是 是不是 嗯哼 也才能夠值得你信任啊 當然 對啊 嗯 所以你看喔 全天啊 對不對 全天消一 那天下午 全心 在這邊露餡 不是露餡 他其實是我啦 是我啦 我啦 我自己就講出來了 對不對 我是不是講建成性老師 怎麼就公開了 公開啦 我只是露的是那個新貴的 所以你昨天去買 到今天5塊錢有吧 有啊 5嘛 對啊 好來 所以你看 建核心到今天再創新高了 這個禮拜又開新達證了 這段時間 上一波高點78 今天過 我們沒走 中間有沒有經過矽股銀行 對不對 有嘛 有沒有經過矽股銀行打的時候 很多人跟你講雷曼時刻 要再臨 對不對 要再臨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拉回 拉回幹嘛 當然是低階 有低堪買 只需買 不然呢 末代彪玩去追高 不然呢 其他分析師叫你去停損 為什麼要停損 因為一下來 這個破 這個破 是 如果你是用技術分析去看 所以我說 股票 你們的操作方式不對 你賺這一支 去停損那一支 你的財富永遠都怎麼樣 我跟你講 你在玩什麼你知道嗎 大富翁 機會跟命運 有沒有玩過 有吧 不要騙我說沒玩過 對不對 有沒有玩過 有 從小玩到大 大富翁你們都玩過對不對 機會跟命運 走幾步走到機會 走到命運一番牌 很抱歉 退五步 或者是歸零 回到原點 進五步 退三步 退十步 所以於是我才會告訴你 很多人都沒有從這當中醒過來 我說真的 十年五年了你發現 奇怪同樣一千萬在做 怎麼做了十年 不要說你虧 就還是那一千萬 同樣是一百萬在做 做了十年 還是那一百萬 你還能夠守得住本那還好 還有那一百還不錯 對 連本都沒的話 那真的是 那更不要講 怎麼樣 明明是爆到鑽石股 卻怎麼樣 卻停損在阿呆股 把鑽石當石頭丟出來 有沒有 幾年前 也許真的給你買到姓華 就算買一千那又怎樣 結果你就砍債 川普打華為那時候 中美貿易戰 2018年11月的350塊 500塊以下 好可惜 後來到3000 也許你曾經真的買過四星KY 新冠肺炎之前的四星KY 曾經從250 跌到140 150 160 我很清楚 因為這些檔股票 我都有操作 沉蓋股 對不對 結果 你不但砍債200以下 後來你現在看到 到1300 對 是不是垂心肝 為什麼會這樣 你都曾經擁有過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賺不到 因為你不瞭解 產業 產業 因為你不瞭解你手上的公司 它是鑽石 所以你會這樣 是不是 沒錯 好 來 建核心就跟你講到這邊了 交代完畢了 這個禮拜 我們又是大獲全勝 又是賺得非常開心 其實今天呢 包括在盤中 好幾檔股票都非常強 包括老師 你昨天那個山頭斜照 你也講兩天 前兩天 對啊 山頭斜照 前兩天是不是台積電 第一個 國安基金要退場 對 第二個 台積電擴廠速度放緩 所以整個台積電 概念股 都跟著往下 跟著這樣 往下對不對 我不怕我們在中市講 但是我在YT我講 你們知道我住哪裡嗎 新竹 而且是 我是建中畢業 很多人不認識我 我再把我的 背景 把我的背景介紹過一次 你不要看我這樣 有三台超保 住250坪的豪宅 還有一台遊艇 還有一台遊艇 還會騎馬有沒有 來 我在台北市 河江街 58巷口的夜市長大的 河江街 58巷口之前有 中心法上學院在那邊 對不對 我在那邊 我是蹲在路邊 洗碗長大的小孩 我是因為小的時候 我不想過 洗碗人生的生活 所以 我怎麼樣 八分圖牆 沒有十年寒窗苦毒 三年 因為國小功課爛到爆 我是進了國一 突然醒來了對不對 不要再過過去的日子了 不要再洗碗了 本來都不寫功課 成績都要頒上最後一天到晚 被老師酸 被老師叫出來揍人 有沒有OK 給我出來 啪 就揍下去了對不對 好來 那一段 那一段 那一些 不堪回首的 過虛的日子 過虛的日子 但是是我成長的養分 好不好 好來 拼了三年 國中拼了 結果進了國中第四月考 居然就考校排第二 班上第一 我老爸都傻眼了 你知道嗎 這小孩是怎樣 突然開竅了有沒有 拼盡見就 因為 我不想再蹲在路邊洗碗 從早洗到碗 好嗎 所以 人生是可以改變的 對不對 所以我進建中 然後後來進清大 後來畢業就到國外念財經碩士 就這樣子 我在清大 我畢業 我美國回來 然後我在新竹一段時間 我家現在就住在寶山鄉 就是台 我跟台積電做鄰居 我已經做了十多年 快二十年了 台積電每蓋一個廠 都是繞著我家在蓋 你知道嗎 我們在社區 那邊是福地 對 繞著我們社區在蓋 寶山福地 我們社區附近寶山的土地 都快被台積電徵收完了 真的是大範圍徵收 寶山福地 都徵收到 人家都拉白布條在抗議 對不對 因為政府徵收 就給一點賠償金 對不對 台積電每年賺幾千億 對不對 你就拿幾百億出來賠償一下 不就好了嗎 大家皆大歡喜 我要告訴你說 台積電在寶山 一個廠一個廠一個蓋 擴廠一直不停的 我這二十年來 我就是見證 整個台積電 在新竹在寶山的發展史 所以前兩天 什麼擴廠速度放緩 所以整個 這個相關概念股 不都跌對不對 對 今天 你前兩天跌 你敢跟著我去進場買 今天這一檔 這一檔的 我跟你講一個價差又是一萬 真的 十塊錢又是一萬 前天邀約您 你只要昨天跟上了 你今天都賺 那為什麼我敢買咧 我不跟你講嗎 台積電十多年的鄰居嗎 是啊 我讀清大那一年是 台積電成立的那一年 跟著他一起長大 所以三十幾年的 跟著他一起成長 你不要看我 很年輕 懵懵的 我六字頭的 來 我六年級的 來 所以呢 台積電現在在寶山裡面的廠 現在三奈米剛蓋好 現在要量產了對不對 對 所以M31就是因為有三奈米的利多 所以我們當初兩百多塊帶你 三百塊帶你往下買 M31就是因為 我看M31有三奈米對不對 好 現在三奈米量產了 所以M31的營收就會陸陸續續進來 當然股價也已經六百了 好不好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呢 對啊 來 那這個三奈米廠蓋好對不對 那接下來 那你知道在這個路的對面有沒有 哇 它又收了一大塊 然後現在又怎麼樣 開始挖土機啊 每天都在運土運土啊 要再擴廠了 在整地要再蓋一個廠 要蓋什麼廠 對不對 那個廠 我跟你講 如果不是另外一座新的三奈米廠 那就是二奈米廠 現在都直接往二奈跑了 所以先進製程是怎麼樣 不停的往前走 它也必須往前走 因為台積電如果不繼續往前走 會被Samsung 被英特爾給追上 所以必須往前走 所以設備股的利多 需求還是一直不斷的 會持續 會持續 那這一檔到底是誰 對不對 那不管 先進製程 其實我之前有跟妳講 今年的成熟製程的設備 也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大陸也要來追一下了 那大陸要來追 它不會一下都到先進製程 但是它會拼命去買成熟製程 然後再轉到先進製程 對 那有一天也許 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已經不在先進的時候 搞不好這邊設備 也會怎麼樣 被淘汰掉 再賣到對岸去 有沒有 這都是商機 好嗎 所以你要看懂 我常講 外面煙雨萌萌 對不對 你在物理看花 物理看花 你看不懂 但是我們看得怎麼樣 清清楚楚 真的 所以不要被外面的一堆煙霧蛋 有沒有 擾亂妳 你的視線 所以我常講 如果你像我這樣 很懂我們的股票 養一分勁氣 多一分財氣 多一分財氣 是不是 對 所以這一檔 老師邀約您跟上的朋友 恭喜今天都 金托科你錯過 有沒有 健和心也在錯過了 威風店 不要再跟我擦肩而過 我說真的 從小到大跟我錯過的人太多了 那些跟我錯過的 一個一個都怎麼樣 第一個 承認自己看走眼 第二個怎麼樣 後悔垂心肝 對不對 沒有早點把我的話聽進去 就是這樣子 現在妳都還有機會 妳都還來得及 因為老師能給妳 絕對比妳想像多更多 妳自己加LINE 小老鼠HIH888 不要再擦肩而過了 還有這一檔 陳蓋老朋友 這一檔是什麼 來來來 跟妳各位 老師要開喔 沒有要開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來 這是今天工商的新聞 換機炒來了 台灣的顯卡廠 土悶器 有沒有 下面就有怎麼樣 回答RTX4070的新品要上市 NVIDIA他們真的好看喔 RX4070是旗艦機種喔 有沒有 好來 後面說什麼 加上RTX30系列有沒有 華碩 技嘉 微星 有利多 可是呢 當然 我如果讓妳知道是微星技嘉 那我就不用 沒細唱了嘛 對不對 到底還有誰 來 回答供應鏈 誰是回答供應鏈 老朋友都知道 我都賺錢要跟著世界大廠走 當然 台積電會這麼賺 是因為它報到 回答蘋果 超為的大單 AMD 當然懂嗎 所以同樣 這檔股票就是跟著誰 回答 所以我不會再帶妳去買 華碩技嘉 我要買怎麼樣 回答的顯卡 後面的供應鏈 懂嗎 OK 老陳迷都知道 輕薄短小 標起來才會很標 好嗎 都 這一檔一樣 想知道 想知道 嘉賴 剛講的這一檔 台積電設備供應鏈 這一檔 回答 顯卡概念股 嘉賴 不要再錯過 不要再跟老師擦身過 小老鼠HIAH8寶花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後 還有好康的 要跟各位做分享 好 趕緊把時間保留給您 嘉賴或是 播打廣告中電話 好來 我們今天直接來春風裡 泡杯咖啡來聽春風 今天是禮拜五下午 對啊 一個禮拜的操作 對 我們又讓大家 開心晚勝 對不對 所以禮拜五下午 這個想像中 我在這邊跟各位 喝個下午茶 喝個下午茶 聊聊 對不對 春風裡 來個城市浪漫 幸福的浪漫的城市享受 今天老師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 我有一個會員 對 他是千金谷裡面 其中一檔 其中一個千金谷公司 對 的高級設備主管 設備主管 我說我的會員 什麼都有 真的 大學教授 有 醫生 有沒有 上市櫃的 會計師 高階主管 連上櫃公司的總經理 董事長都有 高階主管都有 我不曉得其他分析師 有沒有這種會員 為什麼這樣的人 要來做我的會員 頂尖人才他們會判官 頭顧大官員 整個逛一遍 發現怎麼樣 成員外 我們成員外 最實在 互富貴穩中求 我講帶你做產業 我就是真的做產業 對 我說趨勢選股 產業選股 我們就真的挑產業 不會跟你講挑產業 有沒有 節目上講一套 私底下帶你股票亂做 沒有 然後明明看好產業趨勢 怎麼在那邊亂停損 有沒有 好來 所以去年十月你不停損的 你現在都 真的你開心 都開心嘛 對不對 好來 他送我這一手 他現在已經送我第四手了 他很厲害 千金谷公司的設備主管 是 沉迷天使 沉蓋济世 超值趨勢 有沒有 穩賺一世 真的 跟著老師一起 他寫給我的第四篇 你有遇過一個分析師 會員會寫私送他的嗎 那你要去沉迷時代 有很多 我們沉迷時代 我跟你講我們收集起來都快上百篇了 真的 臥虎藏龍 好跟大家分享了 再來看 這一個 也是我們的一位 這一個 烤鴨王子嗎 對 不是烤鴨王子 烤鴨王子 有一個資金只有幾十萬的 屏東的一位年輕人 我都鼓勵他認真上班 他很優秀 股票跟我用對觀念做 去年二十幾萬 到今年已經四十幾萬了 他已經翻倍賺了 對 我還鼓勵他要多讀書 因為年輕輕就會做麵包 想也知道 他也是很努力很辛苦 當年不好要認真讀書的 對不對 我就鼓勵他讀書 他說老闆給他開一堆書單 他說會不會太多 我回答他說 書永遠不嫌多 沒錯 有沒有 他很努力 再來 昨天老師有分享了那一段 昨天不是講說 泰戈爾的 泰戈爾這一段對不對 有人就回饋我 希望也可以像我這樣 能夠成為人 我說你們其實每個人在自己身邊 你都可以發揮你的影響力 是 做一道光去照亮別人 我不曉得我從音樂來到這邊 我照亮你沒有 如果沒有 歡迎你來店指教 或者加賴來 來指教 我願意謙卑來跟你學習 好嗎 最後 最後 好可愛喔 這一個大哥 葉兄在基隆 補教界的天王 很厲害喔 過去我講過 我對補習班老師本來想說 這是很會賺錢對不對 但是 但是到我這年紀我想通了 我覺得補習班老師 要跟他 真的要致敬 要致敬為什麼 他們做育英才 因為有這些補習班老師 才有現在台青交成這些頂尖人才 對 為我們的台灣 培育出 聯發科 護國神山 的頂尖 撐起全世界半導體的一片天 對不對 成為台灣去逛 我有分析師跟你講這些 對不對 我會用我的節目跟你分享 所以 我就跟這葉兄講說 我現在很佩服你 因為你手下交出一堆 優秀人才 幫台灣創造世界經濟 競爭力的人才 這是他留言 他昨天寫給我 搞笑永春 搞笑永春 可以加上 怎麼樣 孫子兵法 以前丟筆現在丟扇子 進化了 勵志的另外一檔表弟 有沒有 他說投信追高殺低 外資同賣 股票跌了 怎麼樣 等等一堆 我念不完了 明天來跟你念 他主要是來跟我認錯 因為他把他一檔股票 元泰殺在低點 有沒有 最後一句 他這邊最後一句寫了 是 元泰買了幾天 好 我們時間不夠用 跟我等待一記好球 我們什麼班都可以讓你賺到錢 歡迎 往後來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OK 虎海大丈夫陳建成 帶你富貴 問中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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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